男子坐在機車上 手裡揮舞一把長刀 看見目標出現想揮刀攻擊 怎知對方手一抓把刀奪走 這下赤手空拳只能不斷閃躲 最後被打到滿頭嗜血 自行跑到醫院求救 衝突地點就在新北市三峽 一所國中前 兩名男子把廣場當成競技場 十八號晚間相約談判 沒說幾句話就拿出武器攻擊 三十六歲的許姓男子 日前在群組指責陽性同事 施工品質不好 雙方起口角 許姓男子主動約談判 一人拿木刀 一人拿旅館 打到頭部撕裂傷 警方尋見於轄內醫院 發現許姓被害人 奏禮後調閱監視器 全力查棄陽性犯險行動 陽性男子被逮後 起貨木刀和旅館 說自己也受傷 雙方互告傷害 這個月初 新北市土城也發生打架案 兩方人馬亮槍談判 又是因為網路嗆聲而起 隨著社群軟體發達 類似案件越來越多 警方針對預謀性的鬥毆案件 都會查看 雙方當事人mine對話記錄 找出曾和誰聯繫 臉書文章是否曾發動號召 約定在哪集合 手機裡的對話記錄 和聯絡人成了重要事證 幕後教唆的人 即使沒出面 也留下記錄 難逃被逮的命運 TVB的新聞 宣傳界監獄席新北市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